市長講說輕軌騙捷運 他不知情 我說他應該是忘記了吧 包鐵還台 預估要多少經費 這個夢要有多少經費 工程要多久 路線怎麼規劃 現在有沒有一個初步方案 交通專業 不要因人設事 不要換了一個部長 就換了一個規劃 不要換了一個部長 就換了一個方案 不要換了一個部長 就換了一個夢想 不要讓民眾認為 交通建設 國家重大建設預算 是可以變成是競選支票 隨便開隨便用 部長好 部長最近您跟 柯文哲市長要上媒體的版面 本期很納悶 明明是應該是 交通專業的部分 怎麼變成好像媒體 現在講說部長市長 隔空喊話 我先確認一下 去年10月的四個首長會議 林佳龍部長 柯文哲市長 侯友宜市長 跟林宥昌市長 這個共同開會 您有沒有在現場 我在現場 您在現場 全程參與嗎 全程參與 柯文哲市長 有沒有全程參與 有 全程參與 好 那結論有共識嗎 有共識 五點結論嘛 五點是唸完 就是我們開完會唸完以後 開記者會宣布的 對 因為本席也看到有記者會 四位首長都一起 那時候手牽手 感覺是一個大團結 大家也認為是說 就已經有共識了嘛 沒有手牽手啦 沒有手牽手 但是就是很close啦 對不對 好 那五點結論 四個首長都有共識 念完 大家確定才簽名 然後才對外發表 是 對 好 五點共識是秘密嗎 不是秘密啊 已經公告了 不是秘密嘛 對不對 所以本席也拿到當天的會議記錄 我念一下會議結論 第一 基隆捷運計畫系統升級 由輕軌升級為中運量捷運 對 沒錯嘛 沒錯 第二 台北端地下延伸南港 第三 民生系止線與基隆捷運整合 是 第四 基隆端點 基隆捷運南港八堵路段已有共識 所以那天是確認南港八堵 是共識 八堵到基隆路段評估不同方案 持續規劃討論 是 第五 高鐵延伸宜蘭路線方案 繞過那個回翠水庫 回翠水庫集水區 這個五點都是現在在做的 好 來 本週一 我先確認一下新北這個部分 本週一 市長也有拜會我們新北市的副市長 有在討論所謂的民生系止線 跟基隆捷運整合的部分 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 應該在哪 民生系止線的系東段 是在新北 系東算跟基隆捷運整合 整合的結果就是未來會像新爐線一樣 就是會在張樹灣站北往東湖 然後直走會到南港 這個是我們共識的一個方案 好 所以新北這邊也能夠接受 然後交通部這邊綜合規劃也可以match 對 完全 這個是討論的結果 然後 對 胡市長也確認了 好 所以新北這一段也確認 那剛剛本席練的這五點 第一個部分就是 第一點就是輕軌要提升 變成中運量的捷運系統 就是現在就是 所以柯市長講說 輕軌變捷運 他不知情 您怎麼看 我說他應該是忘記了吧 所以你們有沒有在確認 這個會議記錄 他那邊也有一份 有啊 因為每個都有一份 都已經給了 好 那再來 本席再來討論 基隆這一段 第四點 有講到南港到巴督有共識 但是巴督到基隆路段 評估不同方案 之前基隆人也有講到 如果說到說捷運路線 要跟台鐵路線 一起搶這同一個路線 就變成是說 基隆人只能捷運 或台鐵二選一的話 我覺得這是不切實際的 而且可能很多基隆民眾 也沒有辦法接受 那目前現在 到底會不會逼基隆人 台鐵捷運二選一 不會 現在這樣 洪惠你所看到 就是當時 這個南港到巴督先坐 後來在這個部分 跟林宥昌市長討論 這一段的方案就是 先做台鐵的接駁 這樣就是保存台鐵 台鐵 然後他在巴督做一個 好的一個接駁 接我們捷運系統 這意思是說 如果第一階段 基隆尤其在仁愛區的部分 他們先到巴督做 轉乘這個捷運 或是他都 台鐵可以直接到中印區 如果到未來 他們覺得在 在某個時間 他們覺得捷運的服務水運 比較好的時候 我們再來確定說 進入這個台鐵 要不要保留的這個課題 那綜合規劃現在進度到哪裡 現在事實上已經到尾端了 我跟黃遠鮑 去年談的時候已經到綜合規劃 然後提出剛才的五點 前面四點就是到基隆捷運 最後一點是到這個 宜蘭高鐵 對 全部都按照這個做 包括這期間 包括路線 走哪一個地區服務比較好 包括怎麼跟系東線整合 這段時間都在做這個事 是啦 部長我們現在簡單講 就是說基隆八堵到基隆這一段 綜合規劃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現在市長出來在等 就是最後的確認 等誰的確認 就是這個三個市的一個最後確認 好 那什麼時候還會再開市長會議 會不會再開市長會議 林佳龍任內有市長會議 王國財部長任內 要不要市長會議 我不開市長會議 但是我本來 你覺得沒有效果 不是有效果啦 但是我想說 由我們的市長先確定以後 我單獨的拜訪各市長 把他做最後確定 所以你近期內也會再拜訪 不管是侯市長 柯市長跟林市長 對 因為明年 本席容許提醒啦 當然每個市長都有任期 明年柯市長跟林市長的任期 看起來會到明年年底 也因此相關的重大建設 也不希望是變成是選舉的一個角力 不會吧 那部長你什麼時候會跟柯市長林市長 侯市長碰面 只要他們現在 我們來互相的次長 在跟各個副市長討論嘛 討論完我一一一會去拜訪啦 那 次長什麼時候討論完 應該這個 最近好像是昨天 昨天到新北已經OK了 所以應該是全部都討論完了 已經都討論完 所以新北市最後一個 對 都討論完 包括台北市也 也副市長也覺得OK了 所以 所以台北市副市長知道 但是柯市長還跟你隔空 互相角力 你是 要不要見個面 我覺得見個面可能好一點喔 不然這樣子 互相媒體放話好像 對於我們交通專業上來講 本席不樂見 市長跟部長 互相的這個 對交通專業上面有一個共識 我本來就是規劃個別拜訪 好 所以您會在這個月 近期內 拜訪三位市長 他這樣喔 在 昨天在路線裡面 就是細止到 細止到這個 七堵這個部分 有些路線稍微微調 所以我現在也請鐵道集 把路線畫出來 就是等於說協商後的 最後的方案 然後我帶著他去每一個是 每一個市長來做一個確認 好 希望能夠趕快盡快 但是本席也要提醒部長 部長 本席的選區淡北連外道路 也希望您看到 您對於基隆捷運 這樣的一個用心 已經路線都核定 環評也都通過了 趕快讓它來實現好不好 另外一個部分 部長 昨天媒體大家都很關心 您最近有個夢 這個夢 讓大家覺得說 是跟我們全台灣的民眾 到底有沒有一起match 我先請教 今天我們有鐵道局的預算 111年的預算 也有鐵道局的計畫 有高鐵環台的綜合評估 或是不要說綜合評估啊 可行性評估 有嗎 沒有 我跟黃偉報告 沒有可行性評估 我再講一次 現這一段 您剛剛已經 委員已經給您機會了 我現在只是請教 我留下這一個 留下未來 但是我們先請教 但是還沒有啟動 部長 你這個夢 預計花多少錢 高鐵環台這個夢 預計花多少錢 有沒有一個初估 有沒有概念 環台是一段一段的接 是嗎 沒有錯 您是交通專業的部長 所以當然不能信口開河 本席想要問的是 宜蘭高鐵從南港延伸到宜蘭 這一段要1700億 高鐵從高雄延伸到屏東 要600億 那如果說接起來的話 你自己認為高鐵環台 預估要多少經費 這個還沒有估 這個只是一個概念 你是專業嘛 那我想請教是說 你如果說你這個夢 你一定要有 你是政務官 你也應該要有想法 這個夢要有多少經費 工程要多久 路線怎麼規劃 現在有沒有一個初步方案 現在沒有初步方案 都沒有 我的重點是說 兩個站一定要留下延伸的機會 然後未來再慢慢串成高鐵 部長 我再請教 只是一個 一定到未來的目標 一定要放在那邊 好 那未來這個目標 你認為多久內可以實現 這個要一段一段 比如說 所以你也沒有辦法講 說不定50年 60年 80年 沒一個準 看那時候的狀況怎麼樣 譬如在某一個時間 我很簡單講 身為任何人都可以講這種 不負責任的話 但是本席認為 交通部部長 身為中華民國的交通專業的長官 應該要有 要有目標 當然每個人都有目標 但是重點是 更重要是怎麼樣達成這個目標 不是嗎 如果 沒有一個目標 你在做捷音 來 部長 我再請教一下 全部都塞住 好 我再請教 我再請教 蘇院長說有一個重大宣誓 表示高鐵延伸要再延伸到潮州 請教 可行嗎 現在我們要把它納入 這個就是剛才我提的 一段一段的延伸的可行性要啟動 就啟動了 啟動可行性 所以現在還沒有啟動可行性 還沒有 現在還是到這個 初估經費要多少錢 現在因為剛剛啟動 還沒有估出來 也都還沒有估經費 但是左營到六塊處要六百億 六百億 對 那六百 那六塊處到潮州 距離有沒有比左營長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有可能要再另外六百億 光工程經費 但是要經過詳細的評估 還有人口數 以及未來的運量 有評估了嗎 這個 因為還沒有 現在剛剛 也都沒有 要啟動 全台灣所有各縣市 有哪一個縣市 有兩個高鐵站 台北 就台北嘛 目前只有台北嘛 看那個 台北服務的是 整個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 整個大台北地區 七百萬人口 所以有兩個高鐵站嘛 那您認為 本席不講 不講說這個南北差距 我們就以最客觀來判斷 您認為屏東線有這樣的 條件 人口條件 運量條件 能夠支撐兩個高鐵站嗎 我們第一個叫屏東六塊處 這確定了 下一個就是下一個階段可信心來分析 那等這個可信心出來 可信心什麼時候會出來 還沒啟動 現在還沒啟動 還沒有啟動 對對對 所以部長 我不講說 我不知道你這個任期到多久啦 因為每個人 政務官都有一定的任期嘛 有快有慢嘛 林佳龍部長也沒有想過 他四月可能就下台嘛 本席只希望 交通專業 不要因人設施 不要換了一個部長 就換了一個規劃 不要換了一個部長 就換了一個方案 不要換了一個部長 就換了一個夢想 重點是要可行 要確實 還有 明年就是選舉年了 不要讓民眾認為 交通建設 國家重大建設 預算 是可以變成是競選支票 一定要長期的目標 隨便用 可以嗎 交通建設一定要有長期的目標 當然嘛 就是長期的目標 所以說一定要可行嘛 絕對不能有這種 讓民眾覺得說 你是今天為了明年的選舉 為了縣市長選舉 所以你們就開空投支票 不會 好 謝謝 身吹 觀音樂 字幕詞 欠 DH 對 他們 會 好 極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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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